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油高雄炼油厂武清旧厂址 业界盛传半导体龙头台积电即将在这里打造晶圆厂 由于建厂带来的周边经济效益强大 高雄市政府也积极争取 一旦拍板定案 老旧工业区的风貌将从此翻转 人车进入仍有住警管制 2015年11月官场停工的中油武清石化园区 还在污染整治阶段却已传出有新用途 武清建厂25年公安事故近30起 当地居民不满环境严重污染 曾经围场超过200天 创下台湾环保运动最长的抗争历史 假设半导体产业取而代之 逐步推进绿色低碳标准 不仅能降低环境负担 按照竹科南科与苗栗竹南经验 当地区域发展更是值日可待 行政院规划高雄炼油厂开发活化后 男子将成为半导体材料研发核心 向北串街的桥头科学园区 未来要引进航太智慧机械 先进封装次世代记忆体 再连结露竹的医疗器材聚落 和半导体重镇南科 产业含金量相当高 往南则搭上大社人武大辽 以及朝高值石化产业转型的林园 和小岗新材料循环园区 南台湾的S型科技廊带 渴望逐渐成型 不管是在整个供应链的重组 或者是在整个产业的一个振核 逐渐的发展成为 全球最有价值的半导体产业聚落 这个我们正逐步实现 然而随着高雄招商引资 电子科技业大量进驻 如何解决舞缺 提升资源再利用 对政府和厂商而言 都是一大考验 水资源处理设备 轰隆隆运转 风测龙头日月光 2016年打造出全台第一座 能跨场洞处理的中水回收厂 我们的一个过滤水 第一站就是到我们的多层过滤器 多层过滤器口 那里面呢就是有包含 就是像无烟煤啊 然后就是大大小小的利息 透过扩增实境一探究竟 用废弃电木板再制而成的活性炭 可去除气味 粗细不同的利时降低浊度 加上后端UF膜RO逆渗透 符合半导体制成的纯水 便能循环再利用 日月光统计 每天从不同产线制成 流入处理厂的污水 多达三万吨 层层过滤之后 其中70% 相当于8座奥林匹克泳池的水 大约2.1万吨会回到各个厂区 一滴水可用3.11次 累计回收总水量 多达2190万吨 要符合放流水标准 我们才会来把它做汲取 来做回收的动作 那我们在产水的过程 它会回到各厂的 生产的工厂去使用 所以也因此我们的水质 它自然就会联动影响到 每一栋的一些产线的运转 成立近40年的日月光 朝节能减碳加速转型 扩厂脚步更是不停歇 看准笨脑体需求爆发 封测龙头日月光持续在男子产业园区加码投资 像是这一处正在新建中的K13厂 预计将砸下260亿大局扩充先进封装产能 打地基工程 按部就班 未来这里将出现地下两层 地上12层绿色智慧工厂 日月光以男子科技产业园区为轴心 5年盖了6座新厂房 新增面积4万平 预计今年底产能满载 接下来三年内除了K13厂 日月光还有K17厂更新计划 与大舍工业区K27厂动工 投资近300亿台币 创造近3000个就业机会 其实一个智慧工厂需要很多的搭配 我觉得说现在这些的支服业者 设备业者承软商 他们就可以就近服务 还是一样同心源 有一个中心基地在这里 然后其他的就是扩展 他们也可以再服务别的产业 所以我觉得说这样的话 把整个S厂带 事实上它能够服务的 应该不是只有所谓的半导体 应该是说我们所有的产业 都可以渐渐变成一个科技业 就在未来10年20年的 这个整个产业的大竞争当中 我们掌握的就是晶片的一些源头 也就是说未来所有的 所谓的传统产业都必须要有 这个半导体放在里面 等于是它的大脑 震动过筛机 把猪骨头的颗粒粉末层筛选 这些骨头填料 能帮助粉碎性骨折患者组织再生 我们设计的规范里面 会有粒径的大小 就是那个骨填料的颗粒的大小 这个颗粒的大小 我们必须确认说 它是不是落在我们的这个规格范围 还有从猪脂身上萃取的胶原蛋白 正在测试阶段 一旦拿到医材许可 就能抢工医美商机 这个猪皮经过超龄界流体清洗之后 它就可以直接拿来做伤口的照护 所以你有烧烫伤溃疡伤口 或者是创伤伤口 手术伤口 它都可以来做皮肤的重建 展示柜里各种衣材都来自于 株脂组织器官 骨头切削成三角形 可矫正O型腿 骨片用来眼窝重建 骨粉帮助植牙 引导组织再生 株脂的心脏肾脏眼角膜 都为稀缺的器官移植 带来新希望 高雄长大被漂多年的执行长谢达仁 七年前成立公司选择在陆竹落脚 看重的就是聚落经济效益 陆竹科学区虽然乡下 但是它竟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势 我在三十分钟之内 可以到达五个医学中心 所以我的策略合作伙伴就非常多 包括陈大 高一大 包括高龙 高雄长庚 还有一所大学 所以我们很多的材料要测试 要在临床上使用 都可以跟这些医学中心来合作 新创逐渐站稳脚步 雅果生医 今年新贵挂牌扩张营运 进军国际市场更顺风顺水 产业聚落想成为经济成长推手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金发局角色立场就是投资高雄 就只要找单一的窗口 那就是我们投资高雄事务所 那针对一些重要的投资 我们会直接合派专案经理 协助他们去跟市府 以及我们高雄各个的局处 或者是产业去做对接 用企业的思维思考 以企业的效率运作 并用企业语言沟通 高雄蓄势待发 要掌握未来30年产业创新源头 TV北新闻 李明辉 林玉明 戴源立 台北高雄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